大家好 今天冯老师介绍一款日本威士忌 然后冯老师频道介绍值得喝的好酒 然后介绍根据有关的文化 让你会喝酒 然后懂酒 然后大什么的话 今天这款酒呢 我先不说 当然大家看到了 是清净泽 是吧 这个如果你还爱喝威士忌的话 相信呢 假如你喝过这款酒是吧 麦卡伦12年 大概就算是比较会喝酒的吧 就是麦卡伦12丹利麦亚威士忌 这就算是在喝这个威士忌这个圈里 已经算是不错的酒了 那么如果你再追求高档点的话呢 再高端一点的话 可能你喝过三十七五十年对吧 但是呢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咱们这款酒 这个是清净泽 二十二十一年 当然还有二十五年 那么这个 这个卡徽扬离魔中的 这个是真正的日威的浏火板啊 以前呢 我有个我看到的小朋友说三七五十年是日威的添花板啊 那那属于对威士忌是真没有研究 那么这个Karizawa 这是真正的日威的银花板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瓶 如果你看这个清静德的话 首先我们看到这儿 这是单一麦雅的Whiskey 这个Japanese Single Malt Whiskey Truly Handcrafted Malt 就这个清静德这个蒸留所有特点 它的工艺都很原始 所以说耗费非常的大 用小的蒸留 然后装在这个雪地桶里 用的最早它开始的时候 用的是跟麦卡伦一样的Malt 所以说Karizawa Distiller 那么它这个边有什么呢 写着这个号6785号 意思是清静德所酿造的地 6785桶酒 清静德酿了没多少酒 为什么呢 这就讲讲文化了 除了这个酒之外要讲文化 那么这是1999年灌装的 1999年酿造的 1999年酿造的 但是呢 它是2020年灌装的 你说它在桶里待了21年 所以一旦这个Whiskey装瓶之后呢 它就不再发生变化了 品质不会再变好了 品质不会再变好了 所以说呢 装瓶的那天 那么这个是在日本东京装瓶的 那么这一桶是 那么这一桶呢 一共是708 装了708瓶 这一桶酒 然后这是这里边的第431瓶 这个 所以呢 酒精度是43% 那么是雪地桶 雪地桶 因为清景德应该是 只有雪地桶 我不认为他用过别的桶 所以清景德是 就于55年开始 酿这个Whiskey的 这个是世界一流的Whiskey 那么这个地址啊 这个 好吧 我们来介绍一下清景德 这个蒸留所吧 清景德蒸留所是这个 一个传奇 那么它 这个蒸留所呢 是在长野县 浅尖山的山脚下 在那成立的 那么浅尖山呢 是一个火火山呀 所以说呢 从这个清景德建厂开始 建立这个蒸留所开始呢 它就 这个建立在一个火火山 的脚下 所以说 什么时候这爆发也不一定 这比较 难以预测命运 是吧 那么清景德这个蒸留所 也的确是命运多舛啊 那么它在这个 各种原因吧 这个取高贺寡 或者说你的费用太高 这个工艺太繁复 太原始 导致这个当时呢 日本又遇到了经济的问题 是吧 这个导致呢 在1900年的12月 三十一号 二零零零年的 十二月三十一号 清景德就停止了 这个酿造威士忌了 所以说清景德的 如果你看到有 二零零零年之后的 年份的清景德 那肯定是假的 因为这个厂呢 在二零零零年 十二三十一号 就停止 酿造了 那么 后来呢 这个酒就被大家所欣赏 那么它在这个英国 全世界的葡萄酒和泪酒 大赛当中获得了金奖 那么一瓶酒 当时这瓶酒是去年的十二年 这是二十一年 它历史十二年的 这个得了一个金奖 然后呢 它的那瓶酒是第五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大概五千多号吧 这个 后来呢 它有一年呢 早期的酒 1960年的很久 这个被拍卖了 三十六万三千英镑 在伦均的速度比拍卖的 同学们 三十六万三千英镑 所以说呢 那么现在什么价钱呢 这个清景德很贵 这个但是呢 也有可能 这个你能喝到 还负担得起的 偶尔偶尔 或者说呢 藏这么一瓶酒 比如说这瓶酒 这个好消息是咱们 这瓶酒是咱们 新加坡立大行 在现有仅存的几百桶 里面买了两桶酒 一桶酒是这个 二十一年的 另外一桶酒呢 是这个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是这个二十五年的 我就不打开了 那风老师藏了一瓶 那么这瓶多少钱呢 这瓶目前售价是一万新币 但二十年也奢侈了 目前的售价是一万新币 这个清景德 那么这个是 二十五年这一桶呢 也是灌装了五百瓶 那么这个是七百零八瓶 这是第七百零八瓶当中的 三百九十六瓶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第七百零八瓶里边的 三百五十六瓶 然后这个桶号很吉利啊 五一一一啊 这个桶号是五一一一 说第五千一百一十一桶 这个清景德 这个证据所所酿造的 酿出来的 所以这是值得珍惜啊 这个可能我要存在 它存二十年 因为据预计清景德 目前的这些桶啊 还剩下没多少桶了 这些桶呢 可能在未来的十年 这面是灌装完了 也就是说世界上呢 还能够被灌装的 雪地桶的 在桶内的清景德 已经很少了 这个 所以这瓶酒要存着 有可能将来 可以卖十万新的 也不一定啊 这个这是我买过的 这个价值最高的一瓶酒了 那么这个 二十一年到底 现在什么价钱 我还是不太清楚啊 二十年可能是卖 目前是六千还是五千啊 不是很清楚啊 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联络这个 李达航 我们非常的有福气 在新加坡的威士忌爱好者 因为呢 李达航这个 大手笔的 从这个现存的几百桶里边 买了一桶二十年的 买了一桶二十五年的 然后呢 在日本灌装 然后现在全部 这一千瓶 七百零八瓶乘以二 一千四百一十六瓶酒 实在新加坡 那么已经销售的一部分了 这个 它的好处是这个 这个酒 除了喝啊 它是投资啊 算是个投资吧 好 今天介绍到这里啊 这个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新加坡李达航 这个是 呃 李达航所 所 我相信是第一次 呃 整统从日本 进口这个清净责任 拜拜 封老师频道 介绍好酒 然后呢 让你记懂酒 会品酒 然后 有点旧文化 拜拜 请订阅封老师 有关频道 我还有国学内容 其他内容 接派 请订阅尔